约翰福音第四章 主知道法利塞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下午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说 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嗯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 就吸起 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什么 或说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送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这期间 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 那人撒种 这人收割 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拆你们去收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 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 来见耶稣 求她在他们那里住下 她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过了那两天 耶稣离了那地方 往加利利去 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 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见 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 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就是他从前变水为久的地方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摆农患病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就对他说 唉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那大臣说 先生 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 就下去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 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 昨日喂食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 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我给你了 他想起来 我真的爱你 他现在最后去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 是他什么地方 在这一段时间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